女友在家偷吃小王 他还看电视等趴完才分手 男人们啊 当你发现你被对得下浩克一样时 想必都会想把表弟 像这样狠狠地靠一顿了嘛 但有位男朋友可不同 他在抱怨公社发文 表示分手六年的前女友 禁要他把一只当时没带走的娃娃 亲自拿去贵还给他 但从他公布的对话讯息 也发现这男网友 当初被前女友绿得很淡点 他指控当初前女友劈腿时 两人在房间里啪啪啪 而他则在客厅看电视 完全不打扰对方进行事 之后还问两人爽不爽啊 问完聊完后很有奉度的分手 这淡定的举动 让不少男人纷纷惊叹 真是绿王之王啊